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事实上佛教也离不开熟似的柴米油盐 佛陀也曾经脱钵十千家饭 才能万里有 可是呢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你追求财富 追到的是痛苦还是幸福 这是由你的初心决定的 华言中 事主陈冠的华言经书说 初心为死 正觉为终 那么追求财富也是一个道理 追求财富的初心是什么 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首先 对财富的追求是不是适度 《杂欧寒经》中说到 此学功巧业 方便及财务 得比财务仪 当应做四分 一分致实用 二分营生业 余一分长命 以你于贫乏 每个人都想要一份舒适的生活 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要穿衣吃饭 要效养老人 要抚育儿女 在这个层面 追求适当的财富 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 但是呢 如果你对财富的欲望 超越了这个四度的需求 比如 你已经过上很好的生活了 却觉得赚钱是无止境的 那个数字呢 越大越好 那你就要停下来想一想 常言道 过有不及 当你超过了这个度 就引出了贪欲 社会的资源 地球的资源 都是有限的 我们每个人的福报 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忘记了 追求财富的初心 这样做 百害 而无一力 再者 也要问一问 自己 得到财富的途径 是什么 是不是正当 君子爱财 取自有道 这个道 就是正路 你不能为了财 走上了一些 歪门邪道 我们传统文化里 向来强调 君子 有浩然正气 就是你要活得 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你正当地 如法地求财 我认为 这是追求财富的 基本的态度 正所谓 以法求财 会以滥取 第三 这件事啊 是不是影响了 你感悟幸福生活的能力 我听说 有的人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反而 很容易快乐 当手里 钱很多的时候 快乐 反而离他 越来越远 原本 你下班回家 一晚 妈妈的做的面 就让你非常幸福了 现在 你想要扩张事业的版图 想盖 高楼大厦 可能这个时候 感知不到 你碗面的幸福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对于财富 也是一样 始终不要忘了 你的初心 财富 是通达 幸福生活的手段 而不是障碍 最后 你还要问问自己 有了财富 你想去做什么 你可以 好好的利用 把现有的财富 分一些出来 修福德 为将来 种下福报的种子 比如 去做财富 辅炫了孤寡 私舍医药 参与到社会福利救济中 公益慈善事业中来 有能力的人 可以做得更多 《华言经》中的 一句话 送给你 贫者 令主 病者 令欲 威者 令安 路者 令子 有忧苦者 闲死 快乐 你用多余的财富 种下福田 那么 你会得到 更多的财富 这些财富 不仅仅 指金钱 还有智慧 慈悲 健康 欢喜 和自在 阿弥陀佛 感恩 觉醒法师 哇 不错呀 我这个人 你不错呀 我这个人 你不错呀 就说 我这些财富